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实现太精彩的人生 一年四五十万也不够 我目前的期望只能是这样子 你将来想最好的生活状态 大概是怎样 你们要说一下 最希望的还是能够自己创业 去成立一家企业这样 你们家人支持你创业吗 辞职吗 不支持 肯定是不支持的吧 再加上你还没结婚吧 那你为什么还是做了这个决定 看多了他们很多管理上的一些问题 就是不由自主地会 去很多地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思考多了就会觉得自己 形成了一定的积累 然后就会想去尝试 这上面写的一个生活或工作中 印象最深刻的事是 单身交友APP在增长 结婚率却在下降 这个印象最深刻的事 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就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说 现在所有的交友APP 没有解决 目前大家脱单的这个需求 或者没有在脱单的这个过程中 改进这个经营的效率 所以没有起到改进经营效率的 这还用你说我也知道 你有没有观察出一些 深层的东西 我觉得从数据上 我确实没有特别精细的数据 因为缺乏一些调查手段 你真想创业是吧 就这段时间也有 就是在筹备这样的 创什么业 本来是想做一个 陌生人之间交流的一个APP 就解决陌生人之间 它除了娱乐化的社交之外 就不可能有 比较认真化的社交的这个痛点 之所以没有成家 是因为没有机会 还是自己对这方面不可求 是要求比较高吧 你的要求高到什么程度 比较有气质 又比较有文化 又比较有品德这样吧 比较有气质 比较有文化 比较有品德 我们这都有啊 羊绒 还没有 你对个子一点要求都没有 个子的话差不多一五五以上这样子 那还可以包容性很强 比你强行不行 行 比你经济状况好得多行不行 可以 你也不介意 不介意 那如果找一个经济状况很好的人 你就不用创业了呀 你到他公司去工作 比如说杨蓉 他投资你 作为你的天使投资人 让你创业 然后他是你的上司 又是你的女朋友 能接受吗 这个不太可能 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也能接受 他包容性还挺强的 是吧 你最不能忍受一个女人做什么 比如我就特别不能忍受一个女人 当着我面扣脚丫子嘛 对吧 如果生活中的话 是不能实现自己的承诺吧 放鸽子 对 你被女人老放鸽子 应该说在今天时代的话 是经常行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到底是因为你要求太高了 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所以你一直单身 一方面要求太高 另一方面因为自己前期 缺乏规划 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人长得文质彬彬 谢谢 有个比较好的稳定 公务员的工作 然后收入也还不错 你没有选择去成家 对吧 你选择辞职 然后再去创业 你脑海当中 对自己人生规划 到底是怎样 你要我是你爹吗 我也想不明白 一开始的话 其实比较幼稚 也没有什么规划 然后后来的话 其实还是想找到一个 好的平台 能够最大化的 充分地发挥 自身的价值 那你创业创着创着 怎么又到这来找工作了吗 觉得还是缺乏资本 前期的投入还是必要的 那你主要应聘的岗位 是创投类岗位 对对对 什么意思 对就创业投资公司 或者风险投资公司里面的 选择投资项目 或者看投资项目 或者进次调查这种岗位 你凭什么觉得你能做这个呢 因为我觉得 看企业看得多 看得多 而且思考的就特别的深入这样子 作为一个模拟吧 比如说 突然老师这儿 你要投对吧 你要先考虑哪些 我觉得我要先听一下 创业者 他对于他创业项目的 你不用听他 你就紧就对他的 整个的才华已经了解了 对吧 了解了 对 你自己觉得 如果你要投你需要哪些 你要不要投我公司 那你要给我就是 很清晰的BP 我觉得你干不了这个行业 如果你要开始考虑这事 你马上就开始想说 对老师那产品 能不能标准化 第二 他能不能平台化 第三 他有没有深度 的这个生态 第四 有没有机会 这个规模化 他会一系列就开始 考虑这个问题 他会先问问题 而不是他来跟我讲 你现在有着一个 半个官员的心态 一直是背着手 对吧 然后你来 你跟我说说看吧 我再来看 你这样的方式 你干不了创业 我都觉得你可以在菜市场 或者在哪儿 先开个小管 让自己的所有面子 在地上摩擦几下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其实精速的摩擦 他其实已经很多了 包括我这一年 就是尝试去创业 其实也经历过很多的挫折 然后您刚才说的那些 其实我应该都 心里都有知道 但是我刚才就是 我得先了解 他的产品是什么 然后再去看 他的标准化 那个生态这些 你为什么会有自信 做一个你没做过的职位 比如说跟很多创业者交流 或者跟一些投资人交流 感觉就是自己的思维还可以 我做创投类节目 我做一年两载 我也不能说 我能做好这个职业 我交流跟我去杨荣那上班 去帮他看项目是两回事 你看过几本关于创业的书 很少 很明显能够看得出来 他没有接受过 非常专业和体系的学习 我们就别说教育 就自学可能都没有做到 是这样的陈觉 其实我觉得 从整个上半场来看 我不觉得说你做创投类好 其实你身上有一个很好的财富 你看你这么多年 你一直都在做这个 整个的税务这一块 这个的话 其实你是有一个 很好的亮点的 考虑吗 不考虑 他根本不考虑 其实他的背景是特别好的 但是只是说 他的选择的方向是不对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于创业 你们真是不了解人性 陈觉 男 39岁浙江人 上海财经大学硕士 公共管理专业 在职 而且在这个税务机关 做了多少年 六年 好多年 一万二个薪酬 他之所以愿意辞掉 这个东西去创业 其实我们刚才所有的感觉下来 我的感觉 我感觉你很有志向 但比较清高 我觉得你身上还有很浓的书生 你也有很大的一番东西要报复 但是我觉得你有点不够贴地飞行 可能大家觉得投资定义是一个很轻松的职位 或者是只要是看过下印地 或者了解过这个行业就能做了 事实上其实在这个岗位的门槛是挺高的 要不然你就在这个创过业 有过成功的创业经验 或者失败的创业经历 要不然确实你对这个领域有深的研究 比如说你看过很多的书 很多的案例 然后通过这些案例呢 你能够有很多自己思考的东西 然后并且在面试的时候 能够讲出你的新的逻辑和你的思考 但我觉得从你的表现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的以前的经历是不具备 另外就是你的整个 对你项目的判断能力来讲 都很浅 就是有很多的创业者甭管成功失败 叫创而优则投 现在是不管创而是优不优 他都想变投 那么不管要创业还是要投资 其实关于投资的一些的 创投圈的一些理论 是要去学习的 其实现在确实有一种现象是不太好的 就比如说没生过孩子 去讲亲子教育的课 对吧 自己婚姻还不幸福 教别人什么情感 什么乱七八糟的 然后你问他的时候他会说 难道医生要得了癌症 才会致癌症吗 这是一回事吗 这不是一回事 那是可重复的方法论好不好 这个东西 有些东西创业还是要自己有感触的 我们厂下有很多做投资的 所以我们都见过大量的投资人 我们当然知道 面前的这一位 很显然不适合 现在就去做一个投资公司的管理杠了 好 确定一下 这个底薪要求是 一万六以上 待会可能全灭灯 你要不要调 一万五以上 这有啥区别呢 哥们 区别一千块 要调吗 不调了吧 好 来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想到了今天这一幕 想到 不管怎么样 39了 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还是希望跟以前一样 踏实 先成个家吧 考虑 碰到好的姻缘不要错过 工作嘛 一步一步来 反正也有点储蓄 想创业也就先创业 不失败的话也不知道创业的艰难 好 好不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觉得整个过程还是速度非常快 就是超出了我的预料 感觉还是缺乏时间 跟企业家或者是跟大家 有个比较好的沟通 没有我们可以了一点 关键